综上所述皮质包包中最适合每天使用的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乖 难得白天有时间和大家一起录视频 上一期把Louis Vuitton常见的一些基本材质和大家捋了一遍 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内部材质的基本分类 和常见情况的一些维修 以及包包打理的注意事项 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一键三连 谢谢你们啦 Louis Vuitton的内衬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棉纺织内衬 通常和涂层帆布搭配 大家熟悉的Neverfall Speedy Cross Body Peche, Peche Accessory 还有之前讲过的五合一 也有很多人叫它三合一 都是这个材质的内衬 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入门级别的包包的材质内衬 第二个是手感类似于Star Weissman鞋子那种 几皮的细纤维内衬 常见于EPILETHER或者是MAHINA 还有我手里拿的油拆的这种类似的材质和手感 第三种是牛皮内衬 像部分CD STEAMER和上一期提到的CUP THING都是牛皮内衬 这也是为什么像CUP THING这种款式它通常会比较重 最后一种是小羊皮内衬 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PETIMO 就是五六年前那个特别特别火的小盒子 它就是羊皮内衬 记得所有的皮革内衬是不适合干洗的 这四种材质的价格呢 也分别是从低到高 通常你看一款包包内衬材质和防尘袋的质感 就可以判断这个包是属于基础的入门款呢 还是比较high level的系列 刚才提到的四种材质中 第一种是最轻最日常的 第三种呢牛皮是最不实用最重的 然后最不好打理的肯定是羊皮 所以建议大家有一些羊皮内衬的包呢 是可以考虑买一些配件隔层的 上两期讲了九种Louis Vuitton非常常见的材质 其实从大类上来分呢 主要就是两种 一种是Monogram和Domier这种Canvas的涂层帆布 第二种就是各类的皮质产品 涂层帆布的包包呢 坚实耐滑防御防水确实很耐用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它非常非常容易开裂 不只是皮革边缘 包括所有带脚的地方 它都有可能开裂 给你们看一个15-16年前 在南京德基买的Domier帆布的包包 当时没用多久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也是懒得回去沟通 但是你们注意在很短的时间内 出现这种情况呢 最好是回电 尝试看看能不能换新 因为这不是个小问题 这种开裂的问题是不可修复 不可逆的 一个包上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这个包基本就是废掉了 所以你们在买二手包的时候 一定注意不要买这种开裂的 哪怕只有很小的裂痕 如果回电维修的话 是要换掉拼接触的一整张图层帆布 这个价格就接近于买一个新的包了 但是上一期我说过 边边开裂呢 它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情况 只要它这个线没有断的情况下 回电上一层胶就可以了 虽然你们从店里面买回去的 这个帆布包 它是可以折的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去折它 正确存储包包的方式呢 应该是用棉布防尘袋 装起来就可以了 长期存储的话 尽量不要把它放回到盒子里面去 清洁的时候选择柔软湿布 占取少量的水或者是一些肥皂水 清理就可以 不要使用清洁剂 更不要使用酒精 听说疫情期间 很多人毁了很多包是吧 除此之外需要避免高温和潮湿 需要注意的是 所有帆布材质中的浅色包 也就是Domia Azul 是非常非常不耐脏的 虽然它可以沾水也可以清理 但它极易和牛仔裤 和一些深色的衣服穿色 那个颜色是基本清理不掉的 另外总是和涂层帆布同时 出现的植柔格材质呢 尤其既拉扯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用植柔格做的包带的款式 在手拎的部分呢 是经常会出现开裂的纹路的 张柜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唯一的就是给你更换新的植柔格配皮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我以前在店里上班的时候呢 看到过很多回店更换植柔格配皮的一些包包 一个包上又有旧的植柔格 又有新的植柔格 那个颜色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言难尽 如果你好好打理 真的要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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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颜色才能够慢慢接近 所以出于美观的考虑建议你们 如果需要更换的话 就整套包的配皮一起换好了 接触洗手液啊 护手霜 香水 大概率呢都会导致天然牛皮产生这种污渍 所以一定避免植物柔格和水分接触 刚才说到涂层帆布是可以用到少量的肥皂水清理的 在清理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不要将水弄到植物柔格上面去 如果不小心弄湿的话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浅色的 不掉毛的吸水布把它吸干 当然植物柔格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光泽的出现 而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越来越耐受 下面我们讲一下皮质产品 Whatever它是Epi Leather 是Monogram Bunny 还是Monogram Emperon 都是需要放置在远离热源的位置 比如说什么加热毯呢 比如说是散热器呀 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基本的常识 然后最好呢也不要放在车子的那个加热座椅上 夏天的话 一定不要把包放在高温的车内 浅色的皮质呢 要避免长时间接触任何可能染色质皮革的物品 甚至包括一些杂质 然后你们在拍照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浅色系的话也是非常容易会受到阳光的影响 而使包包出现一些泛黄或者是褪色的情况 比较明显的一个是Epi Leather 一个是漆皮 漆皮 不光包括monogram纹腻 也包括没有monogram压花的浅色漆皮 如果有轻微的屋子呢 就用柔软的干部擦就可以了 然后漆皮包包因为会有指纹的原因嘛 所以买包的时候会附赠一块那种小手帕 上期都有讲到过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Louis Vuitton的这种普通的防唇袋呢 也是可以的 一样要避免接触护手霜啊 洗手液啊 化妆品啊 香水啊 酒精等等的液态物品 这些大家都知道 然后另外呢 Epi Leather和monogramemempre还好 像monogram纹腻也还过得去 然后其他所有的皮质呢 是不可以和这种粗糙的物体的表面磨蹭的 比如说什么地面呢 比如说什么墙壁呀 因为有人喜欢把包包放在地上嘛 还有一个就是小羊皮 大家都知道的 以上说的所有的都不可以 综上所述皮质包包中最适合每天使用的 第一个是Epi Leather 第二个是monogramempre leather 最后强调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 这种类似的翻盖包 在使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打开包盖从中间开 避免用久了之后呢 一边高一边低 它会写过来就很难看 第二个 开包的时候呢 不要开的角度过大 以避免顶部出现明显的褶皱 甚至开裂 第三个 出现开胶要尽早回电补胶 这个我上两期就已经强调过了 因为它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不是你想补就能补的了 第四个 不成型的包包在不用的时候 记得塞上纸或者是小枕头 以保持它的基本形状 第五个 漆皮包受潮之后呢 是会有粘性的 容易和别的东西粘在一起 撕开的时候就 撒一绳 瞬间就回两个包 不用的时候 千万要放在防尘袋里 至少你得有个东西 把两个包隔开 对不对 这是店里标准的 存储包包的方式 如果包包比较多 外形手感很难区分的情况下 也可以像店里这样 把包包的信息打出来 贴在外面 方便取放 这期包括之前我分享过的 频道里的所有Louis Vuitton的内容 都是以前在接受公司 培训的时候 还有后来查询一些官方更新的资料 总结出来的 希望可以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 如果有讲的不全面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补充 对了 除了包包 我之前也做过专业的手势 清洗保养的视频 如果需要 也可以回频道里看 还有什么想听的内容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Louis Vuitton包包的质量的问题 也欢迎分享 谢谢你们听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